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现在又出现了秒针舞 美女变装也随之而来 各大明星也参与了今晚 到目前为止 将关视频播放量一大15亿之多 如一夜深深 沉默的秒针 明明中及我惺惺感应者共振 如一夜震震 停落的秒针 如浪潮观发生 无珠凉于风 而改编翻唱最强的要素 证明湖北离畅的小学生了 至今考试八十分 怕病惩罚 妈妈拿着试卷 表情严肃 为了披免挨打 小姑娘强势改编歌曲 秒针唱给妈妈请的网友 最后一句说的太对了 你表情狠狠 可怕的眼神 却因为这份试卷 只有八十分 我也很纳闷 觉得不可能 明明做得认真 命运捉弄人 你还想走我一顿 还有什么用 我也早出王贵吹冷风 我也学习从来不放松 我也朝向马上变成龙 我也想你觉得光荣 想你每日每夜的打工 你的工资呀 还是不够用 我们何必说的太严重 不如大家一起努力成功 而这首秒针是李克勤 2021年9月全新上线的乐语 是李克勤和王贺衍共同推出的 复族港风歌曲 意在打破惊重对常规乐语歌曲的印象 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是一场梦 如一夜深深 沉默的秒针 明明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 如一夜震震 听我的秒针 如潮龙般发生 无珠能遇放 陶梦从水路边中 我两首空空 他们将自己的独特性完美融入歌曲之中 在歌词和编曲中大胆采用了很多千马行空的元素 和吸引的尝试 通过琅琅上的模型舞曲 让两个时代的音乐碰撞 小伙伴们觉得这首歌好听吗 欢迎到兄弟七点九六 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 转发加关注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